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 首先歡迎大家出席這個溫賞儀式 你們的來臨是我最好榮幸 非常感謝你們 先說一下自己的故事 十年前左右,我還是在一間電梯公司 世界排名第三大的電梯公司 任職董事項公裏的時候 我經常這樣想 如果有一天,我在在職期間 我突然死了 又或者我做到65歲的時候 他又死了,很不值 所以我覺得我還有很多事情想做 第一,我想做修練學習法法 和中國的傳統文化 特別是《易經》和《道德經》的典籍 第二,我有個分證就是想全職去發若榮春 所以我就在52歲那年 今年62歲 做了退休,實行自己的退休人生計劃 所以修練學習法很清楚 一起去修練學習的時候 我提過這件事 想不到我真的實行,真的不做 沒有做到 好了,那 國安上儀式的原始是什麼呢 大家可能收到邀請閒的時候 都可能說什麼 什麼國安上儀式 開館就有了 開館很久了 這不是第一頒搬來 這已經是第七年了 搬來這裡 陸廷師傅知道了 那時候被這個 在工業大廈不行 今天就是 他給法律意見我 今天一定要找回這間 雙月大廈 我就找到這裡了 1997年了 眨眼了 那其實 究竟是怎樣安上儀式呢 其實搞今天的這個活動呢 的原始是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 一直都覺得自己很幸運 我在1979年開始學拳 到現在 才得到兩位名師 那名師呢 就不是很出名的名字 有名的名字 是明明白白的名師 一個就是我 周志全師傅 還有 馮延強師傅 教我這個 榮春拳王 梁讚的 正偏身的榮春拳 我現在是 涉文系和 馮整系 那雖然呢 在坊間有說 正偏身是兩種不同的權術 但是呢 但是呢 解釋你 深入這樣去研究呢 其實兩個系 都是包吳讚先生的共識精髓的 是屬於同一個脈絡系統 兩者呢 既如相圍 更加是可以沿龍共通的 那我得到師傅呢 的認可 他呢 就答應允許我呢 將他爸爸 即是我師公 附診 和他自己本人的照片 掛在館裡面 那今天的安相儀式呢 就是呢 安設 涉文 和馮鎮 這兩系的照片 在館裡面 那今後呢 呢 榮春學社 所教授的權術呢 將會以梁讚榮春拳 來明明的 那正偏身 具榮春拳呢 都會包含在裡面 那另外呢 我交代完這個 安相儀式 具榮起之後呢 另外還有一樣東西 我想跟大家講 分享一下的就是 我想做的就是 將我的興趣 榮春拳是我的興趣 是轉為慈善公益 那我十七歲那年 開始學榮春呢 當時呢 純粹是出於興趣的 那脫下後就存職了 那這十年 那最近呢 因為得到 那一種 梁錦棠先生的啟發 真的嗎 真的嗎 不是開玩笑 那我就將這個興趣呢 轉這個興趣 為慈善啦 因為呢 我知道他在 疫情期間 做了很多慈善公益的東西呢 那是呀 那是呀 榮春是可以 將它轉為做慈善 將興趣轉為慈善的 那 那今天得到我這班 很藥徒底的支持 那在去年九月呢 就正式向這個 香港選部局 申請這個慈善機構 逐清八十八牌 那在上個月呢 就收到通知 就沒得批准了 那這個慈善機構的名 我叫做 榮春全藝協會 榮春全藝協會 今天跟我現在 交給榮春藝協會 已經分開了 那那個中指呢 是 傳遞文化 康扶若勢 協助自強 和推廣共融 那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為一些 低收入的家庭 十八歲以下的子女 和若勢社群呢 是異教榮春藝 異教他們 那接著這樣呢 是灌輸的政治正念 和中華文化給他們 那在國際的發揚方面呢 我們都會在一帶一路的 發展中國國家呢 通過網絡 現在這個工具呢 又會是 也都是異教他們 異教榮春權 那我個人覺得呢 現在異教榮春權呢 是可以自利利他的 既可以發揚榮春 既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通過他們發揚 又可以宣揚我們中國文化 那今後呢 我會自利地推廣這些活動的 那最後呢 我非常感謝大家的 出席今天的 比較簡單的儀式 不過隆重的 那我亦都趁這個機會呢 祝各位師傅的管務 精清日上 道理滿滿 同學們 勤勵精進 我剛剛聽到的 也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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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